这是为什么呢 自从那次之后 我觉得我心里很不平衡 我觉得我受了很多的心理阴影 包括为了她 我是把她工作辞掉了 然后在她的学校附近 租了房子 为了能天天见到她 然后我觉得她这样对我 心里很不平衡 而且你知道信任这个东西 我觉得就我一旦崩塌了 我很难建立起来 而且就在那之后 我再看她手机什么的 我会发现她的相册里面 有她跟她前面有的合照 她跟我讲的是 她说就是她这个人 是很粗心的一个人 忘山了 那我说好 我再给你机会 你去把它删干净 就是咱们不要说 因为这些人影响未来的感情 但我再一次去看 或者再再一次去看 我每一次看到 我都能看到 就是她跟别的 就是异性 或者前男友也好的合照 都没有前男友了 我之前是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有些东西 没有删干净 她说了一次我就改了 但是后来就是连那种 异性朋友的合照 她都不允许有 就是她看见就会生气 就包括那种 我们一起订票 有之前留下的 出去玩啥的那种 男性的一些订票信息 她看着都会生气 那是你男性朋友的 订票信息吗 你再说一遍 那是你男性朋友的 订票信息吗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你自己当时怎么跟我说的 你说不好意思忘山了 你很躲藏的 你就把它赶紧删掉了 我什么都没说 我现在就怕你生气 对 我是不开心 但我什么都没有说 我也没有说什么 我就知道 肯定是你又没有弄干净 我说了 那我现在都干净了吧 我说那你既然 你还没有处理好 那我就等你处理好了 咱们再谈吧 对吧 是不是 好 男生给到了一个点 就是我愤愤不平 为什么你跟我恋爱 不专注 对吧 对 女生是满腹委屈 对吧 我是一心投入了 对吗 我过去那些事情 我可能做的越界 但是我都改了 你为什么还揪住不放 我们不往前走 老回头看 是这意思吗 而且现在 我真的已经完全改掉了 我觉得他应该是 可以看到一个新的我 但他还反复 在提之前的事情 不断地刺激我 然后还经常打分手 就是刺激我 不管是异性也好 同性都不行 就我感觉他想要的 就只是一个 只有我们两个的世界 你指的同性都不行 是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去年冬至 我们北方不都要吃饺子吗 但是我第二天也要上学 我也有自己朋友 要陪着吃饭吗 然后我朋友也说 要不吃饺子这些 我就把这个事情 跟他讲了 他就很生气 就跟我吵架 就说为什么我要陪别人去 而不是跟他去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一个同性的 都要吃 我就感觉很莫名其妙 当时什么样 你还记得吗 前一天你说 你要跟我一起吃饺子 那我就觉得 你是肯定要跟我吃 你说你有朋友 我也有朋友 我朋友来喊我的时候 我都说 我要跟我女朋友吃 我会觉得 你既然都要跟我吃 中午你要去约别人 你这样在乎过 我的感受吗 那我不是还是因为 你没有吃成吗 不 你在谈恋的期间 我也没有做呀 你永远你都是朋友 大于我 那你不感觉 我也很为难吗 是啊 我之前 我为了不让你为难 我怎么我都不说 我什么我都不说 是吧 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有什么不好的情绪 我什么我都不会说 我觉得没有关系 我都可以做 但是现在呢 你还是因为 就还是不考虑我的感受吗 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 一直忍耐这样 我跟朋友一起吃个饺子 你就觉得很忍耐吗 那我说家人 他都不愿意 我之前我要跟我家人 一起去汉征 他又跟我大吵一架 就是感觉 始终都是我的错 我做什么都是不对的 跟家人去汉征 为什么还要说呢 是因为这样的 我通过发微信 或者打电话什么 我就一直联系不到他 真的 我觉得 我不管是我心里 有阴影还怎么着 我觉得他不回我的 任何时候 他都在找别人 我就这么觉得的 所以包括那次汉征也是 那么长时间不联系 我不确定 他是不是去汉征了